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7月初北韩才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短短不到一个月 北韩再度试射 飞行距离近1000公里 最后落入日本经济海域 美国立即派出两架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 南韩、日本和中国大陆也相继谴责 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南韩总统文在寅随后火速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并声明表示 南韩将继续部署另外四辆萨德发射车 而目前美韩部队已展开实弹演习 使用地对地飞弹回应北韩的最新试射 北韩在船试射洲际飞弹 28号深夜 北韩发射改良过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飞弹 飞行距离近1000公里 最高高度超过3700公里 最后落入日本经济海域 知识平壤第二度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距离上次选在美国国庆日 试射火星14型飞弹不到一个月 从飞弹飞得更高、更远、更久的结果来看 性能可能更加提升 北韩官方媒体也报道领导人金正恩相当满意 这次试射展现北韩随时随地的发射能力 也对射程范围推进到美国本土相当自豪 北韩这次试射的时间点选在韩站停战周年纪念日隔天 正巧日前美国参议院通过对北韩制裁案 日本也跟进 而在平壤试射后 南韩总统文在寅火速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并以声明表示 南韩会以展现强大军力作为回应 同时将继续部署另外四辆萨德花射车 目前美韩部队已展开实弹演习 并使用地对地飞弹 以回应北韩的最新试射 北韩在一个月内导弹两次 东北亚威胁升级 南韩、日本和中国大陆相继痛批平壤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美国总统川普也谴责北韩此举 鲁莽危险 北韩威胁世界只会让自己更进一步孤立 中央社综合报道 抗议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民众再度走上街头 川普日前发出连串推文 宣布美国政府不会接受 不会允许跨性别者以任何身份在军中服役 理由是跨性别者从军造成庞大的医疗开销和混乱 川普此言不止推翻前朝政策 更对过去竞选时 寻求LGBT族群支持的自己狠狠打脸 深远LGBT平权的民众 愤怒地在纽约街头示威抗议 川普的推文表态在首府华盛顿 除了保守派和部分共和党人士较好 普遍IP充满偏见 在野的民主党更是强力抨击 美国跨性别军人扩准公开服役的措施 已经实施一年多 估计130万现役军人中 约有2500到7000名跨性别者 国防部最高将领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 目前只是军事首长 在川普向国防部下达正式指令 国防部发布相关方针之前 现行政策因保有效力不会改变 这样是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虽然烟火点缀夜空河面上百船航行 灯火烟火相互灰映形成美丽夜景 日本关西大臣大阪每年七月下旬举办天神祭 堪称当地年度观光盛事 天神指的是日本各地天满宫供奉的古人 兼元道真 因博学多文被尊为学问之神 为期两天的天神祭 由大阪天满宫的宵宫祭开始 祈求全年平安健康 活动顺利 接着主祭神官把神简和人形简指 放流河川 代表喜去每个人全年的误会 至于活动的撞头戏 就是第二天黄昏时分开始的船渡浴 上百艘船在大川上航行 带来各式传统表演 河岸上也满是屋台小吃摊 让参加民众边逛边吃 天神祭估计每年都可吸引上百万人参加 最后在释放民众奉纳的五千发烟火 灿烂夜空目不暇挤 也为天神祭划下据点 中央社综合报道 台湾体操女将宋雨晗挑战世大运 除了利用假期远赴南韩怡训 并接受南韩体操女神孙岩在德恩师 江基先指导 近期更参加多项赛事 强化临场稳定 体重控制也接近目标范围 期待在世大运赛场能将实力尽情展现 目前最稳应该是彩带 因为彩带其实是练了比较久 然后现在因为要比赛 所以都是就是以稳定 不要失败为主 因为最近比赛很多 大概一个礼拜就一场比赛 所以最近就是 就是以赛代训这样子 教练高敬会表示 宋雨晗的备战状态 如预期般稳健成长 唯一比较担心 就是他的临场发挥 怕雀场影响表现 所以现在就是多参赛 强化心理素质 拼大赛才有胜算 已经蛮接近世大运的嘛 所以他的准备状况 其实一直都还不错 然后他在四个手具项目的编配 还有完整度跟稳定性上 也都维持在接近比赛的状态 比较担心他临场比赛时候的心理素质 宋雨晗透露 江基仙这次也在世大运教练团中 他起初以为教练只是来观赛 没想到他会特地来指导 希望这次能至少拼近八强 不负教练期待 中央世界有张欣伟高雄报导 台湾最速男杨俊翰 7月初才在印度亚洲田竞锦标赛 夺下200公尺金牌 以及100公尺铜牌 成绩表现优异 面对接下来的世大运 他有信心可以用更好的状态去比赛 我觉得现在状况应该会比在 雅锦赛的时候再好 如果在世大运再调整下去的话 因为在雅锦赛之前 我有休息一段时间这样 然后再重新做训练 然后这一次是因为 直接接着雅锦赛之后 然后中间就是没有伤痛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样训练比较完整 应该状况会比较好 在国训中心备战世大运 杨俊翰也针对先前体能不足的问题 加强训练希望在个人单向 及接力都有好成绩 在雅锦赛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体力的消耗 然后跟赛事的密集度 所以我在比100比完之后 然后200可能不太能负荷 然后回来之后跟教练讨论 就是针对这方面做调整 希望我的单向100跟200 我都希望可以突破全国纪录这样 然后在接力的话 我希望我们可以拿到金牌 另一位田径好手向俊贤 目前跳高全国纪录保持人 曾在2015年参加南韩光州市大运 今年身为地主国 他很开心能在自己国家比赛 不用调食差也不用适应饮食 亲友团还可到场加油 不过他现在首先要克服的问题 就是减重 就是一些炸的东西 然后可能饮料方面 就可能就不会再这么的常喝了 第一个礼拜其实会比较受不了 然后会比较想要去偷喝一些饮料 然后但是其实忍过第一个礼拜之后 第二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就是觉得还蛮轻松 已经不会有那种想要喝饮料的欲望了 距离目标只剩一公斤多 所以也很快 应该下礼拜就会达成了 集中不能偷弱 向俊贤表示 自己在技术上没有太大问题 目前也持续调整状态 目标金牌 希望能突破个人两公尺二九的跳高纪录 中央世界有张新伟高雄报导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 接连两天在上海召开 金砖五国将就当前全球贸易状况 商讨如何进一步开放市场 扩大成员国在内的各国进口 根据陆媒报导 2017上半年 大陆从金砖国家进口成长快速 金额超过700亿美元 另外中国大陆也与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企业 就电商销售及物流等方面 积极展开合作 期望带来更大的商机 更多后续发展也请持续锁定 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威灵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 致建讨 cover 自内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